欢迎来到大熊磁修室,我是大熊 今天我教大家如何更换iPhoneX听筒 屏幕四周有一圈防水胶 先用电锤风在四周加热1-2分钟 使胶水软化便于拆卸 第一步,拆卸屏幕 先关机,然后用五角螺丝刀拧下底部的两颗五角螺丝 使用锡盘,以适当的力度拉起屏幕 注意,不要用力过猛 拉开一条缝隙即可 然后用较厚的三角片划开屏幕 屏幕右侧内部有排线分布 三角片深入的长度不可超过0.5厘米 将屏幕打开一个10度左右的小角 用适当的力度将屏幕顶部往下拉出1-2厚米的缝隙 然后向右打开屏幕 注意,下拉过程中要控制好力度 不可用力过猛 屏幕向右打开的角度不可超过120度 以免拉坏屏幕排线 用Y字螺丝刀拧下五颗固定螺丝取下排线保护盖 用撬棒分别调开电子排线扣 触摸排线扣 液晶排线扣和听筒排线扣 注意,拆销的螺丝与组件要按照相应的位置放好 各个螺丝长短不一 不能弄浪 否则可能导致屏幕或主板窗孔造成损坏 后面的操作也是一样 听筒排线中部有粘胶固定 可以用镊子小心地将其分开,然后取下屏幕 拧下三个固定螺丝,掀开排线 然后用镊子小心地分开感应部分取下排线 排线底部有粘胶固定 先用电吹风在屏幕听筒位置加热20秒左右 时间交转化便于拆卸 安装听筒排线 先安装感应部分 再合上排线,拧上固定螺丝 最后安装屏幕 先清理残密的防水胶 安装新防水胶 先对齐再放下 安装新防水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压四周 撕起牢固后再撕下保护膜 先安装听筒排线 再安装屏幕排线和电池排线 先安装听筒排线 再安装屏幕排线和电池排线 然后再扣下另一端 注意 屏幕排线比较脆弱 全程必须握稳屏幕 不可拉扯或挤压排线 以免造成屏幕故障 卡上屏幕前可开机检测 确认相关功能是否正常 合上屏幕 先卡好屏幕顶部再按两边往下按压 如果遇上较大的阻力 应打开检查是否有异物挡住 然后再调整卡位继续安装 注意 iPhone X的屏幕四个边角比较脆弱 千万不能用力按压 否则容易损坏屏幕 最后 装回底部的两颗五角螺丝 就大功告成了 更多专业详细的视频教程 实用技巧 以及质量靠谱的原装屏幕 电池 充电器 数据线等原装零配件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雄自修士 以及官方网站 dexfix.com 已经有三万修友自修成功了 快来加入门吧 我直接提转下来 我现在在外面的火工 在外面的火工 不可信公众号 我现在就会有什么 我现在就会有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就会有什么